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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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揭示出当时江泽民曾庆红 以共产党的名义 那给人们展现出 切实展现出了 共产党作为一种 这天地间的一种 邪恶的生命 他表现出来的品质 所以习近平王岐山 在没有几个人 七八杆枪的背景之下 可以这么大手笔的反腐成功 那十九大之后 本来他应该 我以为起码他要从 一个角度上表现出 是抛弃中共的 但是现实环境中 截止到现在 我没有看出来他抛弃中共 在现实环境中 没有 那反而他到了一大地址 去讲说永不叛党 那我觉得就对等的 而他又把中共党员的规矩 列的那种 相当高级动物似的 没有人性的 对党员的约束 共产党员不是人 朋友可能说不爱听的话 他的生命隶属上 他的灵魂隶属上不是人 他表面当然是人 所以他是被 原来九平共产党里讲 就是他是被邪灵 每一个具体的党员 是被邪灵附体的 今天的这个 时钞news里面 讲了很多 长篇讲这个生命的概念 所以才出现 今天官场的笑话 官场的笑话 那我们看看那个 地方官员喷水的 那个场面 地方官员喷水 我相信大家看起来是笑话 但他表现出来的呢 是地方官员对习近平的忠心 对不对 对习近平的恐惧 对习近平的惧怕 而这一份恐惧 惧怕 和虚假的忠心 就是同样 表现出是对习近平 遇到了巨大的威胁 他不会相信任何人 这是非常荒谬的做法 他不相信任何人 那而针对 南京的大屠杀 八十周年呢 这个德国之声呢 却说是习近平低调出席 这种 这件事情 低调出席 数千名士兵士成学生 市民参加了悼念仪式 于震生讲话中 一边强调不应该忘记 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灾难 同时呼吁中日两国 也共同走向未来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 而邻居是不能搬走的 非常现实 当初弄这种事情的时候 就是所谓纪念大屠杀 这种事情的 2014年 习近平干了 那我们知道在围绕着 习近平跟川 跟这个 江泽民之间的打杀中 很多是围绕着 以爱国主义的方式 出现了一些风波 对吧 爱国主义的方式 那无论是钓鱼岛也好 南海也好 还是包括2012年的 这个 当时周永康 曾庆红挑起来的 反日浪潮也好 都是 日本人当靶子 日本人当靶子 是表面 打击习近平 是真实 而习近平 在今天共产党框架下 他 而他 同时他拿出来的 所谓国难 就是南京大出杀 类似国难 进行 这种 国家祭典的概念 也有是他拿出来的 所以在民族主义框架下的 爱国主义的概念的表现 我们看到 是对人性的扼杀 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自己 所以他在参加这次活动时 他没讲话 他出席 那他当时树立的 2014年 他不讲话 就是退却 而在APEC会议上 习近平 李克强 在不同的场合 都与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进行了 非常的 友好的 长时间的 沟通 而安倍晋三 明年可能会出访中国 如果顺利的话 那一阵声 讲中日两国 基于悠久的历史渊源 加深了友谊 他并没有谈到 南京大屠杀的苦涩的争论 很荒谬 对吧 很荒谬 而围绕着南京大屠杀 我们知道 这是宣扬的爱国主义 而国内的有识知识 很多人质疑中共的 说 日本人 你说南京大屠杀 那共产党杀了多少中国人 第一个 第二个 日本人进来 进 侵略中国土地 正面抗击日本人的 都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国民军 对吧 军队 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却是直接了当的出卖祖国 支持日本人 侵略中国 从而牵制了中央政府 颠覆国家政权 真正的是共产党 颠覆出卖祖宗 出卖民族 对吧 所以这是 这是 这个围绕着南京大屠杀 其实是有这个成分在里头 现在谴责日本人 而当初 包括了周恩来 毛泽东 中日恢复邦交 1972年 他们都盛赞 当初日本人 打击中国时 给共产党 营造下了生存的时间 和空间 从而 免去了 日本人的 任何的战争赔偿 毛泽东干 周恩来干 那 有关 有关这个 有关这个 南京大屠杀 就这么多了 2014年 中国正式设立了 国家公共祭典日 使得这一历史事件 具有了象征的含义 而当时 习近平说 三十万人 遭到屠杀的历史 是不容篡改的 今天他却不说话 所以 你会看到这种 尴尬的背景的过程中 在 你只要在共产党框架下 我们看到的这份尴尬 他自己应该都嘲笑自己 星期三 星期三举行的 公祭活动 透过电视 向全国转播 但习近平没有发表讲话 都没有去 竞献花圈 这是 他要没讲话 这能接受 他为什么没有 竞献花圈 没解释 这是不应该的 对吧 这里头一定有背后故事 为什么没有竞献花圈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专家 梁云祥说 对北京来讲 纪念历史 也为当前的领土争端 有着施压的作用 我觉得这都瞎掰了 这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 日本爱之大学中国学教授 念不出来 他是日本人 习近平无法回避 中国的反日运动 他的权力的基础 就是民族主义 而他内心的深处 想必是希望改善中日关系 没错 这里面关键的问题 是共产党的邪恶 这个问题 关键的问题 是共产党的邪恶 那 文章讲的很长 2015年 安倍晋三表示 他对日本战争期间 在亚洲的所作所为 深表忏悔 但日本的后代子孙 不需要持续为此道歉 他说这番表述 在中国和韩国 引起了强烈的批评 那我个人的说法呢 就是说 战争是一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那 他的孙子 他孙子 他孙子 给你孙子 孙子 孙子也道歉的话 你看到的是道歉 那另外一点 同样显示出 相当一份的罪恶和狭隘 罪恶和狭隘 共产党要求道歉的时候 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杀了八千万到一亿人 今天 你想想 这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那中国方面 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 在西方历史学家中是有争议的 死亡人数认为并没有那么多 这是虚化了 也没有严肃的历史学家 否认大屠杀的发现 这种发生 2005年 中国爆发了抗日浪潮 这个反日浪潮 陷入低谷 其实2012年同样 8月份 在当时 谷开来被审时 我们谈到了 大家谈到了有关 活摘器官的时候 大概2012年8月78号吧 结果突然 出现了反日浪潮 当时的政法委系统的人 都参加了 所以反日 反日浪潮的爱国主义 它直接来自于 中共内部的权力搏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